四川省梁山州甘洛县大菩萨山海拔超过3000米是当地的无人区 途径这里的110千伏输电线路保障着周边20多万人生活生产用电 每到冬天线路经常会出现负兵甚至断线等问题 需要线路工人定期开展寻线作业 这个瞬节也不例外 需要巡检的线路位于大菩萨山顶 为了保障最长几个星期的生活所需 至于线路工人每次都要用马将生活物资驼运到山顶 通往山顶的路坡度超过45度 在墙中的马匹也累得大喘气 陡峭并不是上山唯一的挑战 线路工人还需要穿过海拔2800多米的雪地 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攀爬 终于抵达了山顶的官兵点 大风夹杂着湿度极高的农物呼啸而过 线路工人陈小川告诉我们 这种大风的情况下 他需要立即登塔作业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小川就登上了铁塔 消失在农物中 目前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在今年复兵以前嘛 我们就对我们复兵重复兵的这个区段我们进行了一个冰前检查 还有冰前检修 小川告诉我们 虽然导线的线价没有松动 但是因为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度 加上浓雾湿度很大 大风吹过一夜之后 电线和安装在铁塔上的摄像头很容易出现复兵的现象 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导线上的情况 工作人员在这里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模拟导线 小川说 通过模拟导线可以判断出铁塔摄像头的太阳能电池板已经出现复兵 需要进行人工除兵作业 于是他再次背上安全绳爬上了铁塔 复兵情况怎么样 复兵应该还是有点厉害吧 你看这个冰临 这么长冰临 这是在刚才上面弄到的 对 太阳能电池板弄到 清除复兵之后 线路工人们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他们在山顶启动了发电机准备烧水做饭 同为线路工人的王露凡刚刚当上父亲不久 虽然山顶的信号非常差 但每天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和家人聊上几句 乖个 爸爸赶紧回来了 爸爸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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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天就回来 这句话被线路工人们牺牲为干这一行最不靠谱的承诺 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过几天到底是几天 巡线七年 他们最长在山上住过半个月 我试着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守 比如说有时候晚上下了山 很晚的时候 突然看到远处的那种灯光 心里边一下就感觉 还是很幸福的 现在 世界上这个事情 also